哈喽大家好 我准备去我们家的草场里面挖点野菜吃 我们这个去买菜的话 从我们村里到我们县城里的话 要去一个多小时 而且都是土路 所以可能就是两周去一次或者三周去一次这样 平时我们团的菜都是那种不容易坏的 就那种土豆鸭之类的 看一下 我们的草场就是这个样子 栅栏就这样围着 平时就是冬天的时候 我们自家的小牧牛鸭之类的 就赶到这里面 他们就有好吃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家的牛圈 然后我们去我们草场里挖点野菜吃 这个野菜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快挖虫草的时候 它就会长出来 我们就去挖一点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话长得很茂盛的话就不能吃了 不是很好吃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就那种大的就非常好吃 所以我现在去我们这边找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能吃的这个野菜 就这种野菜看到没有 我们挖一个试一试 就我们平时的话会用那种挖虫草的那种土 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们的土伤害比较大 所以我拿的是这种 我们现在就大家就可以这样 看一下就是这种 但是这个清洗一定要清洗到位 看一下 这样 就是这种啊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裁这种 这种就这种 这种的话就可能中毒了 看一下这边就有一个 看一下就这样 挖了这么多看到没有 就是这种 如果大家以后 现在这种季节来我们这边 木区来这边旅游的时候 如果特别想吃一些当地一些特色的菜的话 你就可以挖一些这样的野菜吃 这个非常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有营养 但是你一定不要跟其他的一些植物给弄错了 我们以前有个朋友他弄错 混在这里面 然后他就吃的时候食物中毒了 然后拉姆现在挖了这么多 这个藏语叫 但是汉语我真的不知道叫什么 所以大家知道的话给我的留言一下 看一下 有的就这么大 再多挖一点今天晚上就够了 但是这个的话跟我们白菜很像 大家有煮过白菜吗 白菜的话就看着很多 完以后他就变得很少了 他就比白菜还那个 他现在看着挺多的 但是他煮的时候马上就变得很少了 所以一定要多挖一点 我看见舅舅在上山去赶牦牛了 看到没有 我舅舅一个人今天去上山 把我们的牦牛赶下来 我们再挖一点就回去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浪流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真的好大呀 这个 但是它下面都是石头 看一下这个真的好大 看一下 看着很好吃哦 好了 我们已经挖的差不多了 现在回家 我爸爸说之前他在这个市里就看见过 有的藏族朋友就会卖一些这种的 他说是一斤三四十 但是没有我们村里这种特别好吃 味道不是那么好吃 但是一斤是三四十 一般我们都会把它炒素菜一样就炒着吃 然后拌一些肉呀之类的 我们现在去把我们的野菜清洗一下 今天爸爸骑摩托车去了好多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水 沉默倒进我们 还是挺沸水的 但默去啊洗菜啊之类的 用到水的地方是非常节约的 因为真的寻水的话是非常辛苦的 看一下都是土 这是灰 这是灰 灰 灰 我们终于洗完了 这个洗的时候真的特别费劲 因为它上面都是土灰嘛 然后我们现在 想着还是再煮开 可能上面也有一些灰 虽然洗了很多遍 现在再煮一遍 现在煮开了 就是热的 了 是热的 就是热的 可能是热的 好热的 但是热热的 就可以是热的 但是热肉 是热的 是热肉 然后热肉 看一下我们现在开吃咯 然后是没有放任何调料的 以前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然后拉姆以前说过 拉姆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 拉姆现在呢 村里又添了一家新的 然后他们要在那边就是建房子 看一下就是那个啊 他们现在正在建工的一个过程中 然后雪也在慢慢的飘 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个小狗 他叫小白 这个是我们舅舅是从城市里买过来的 然后寄养在这里 就是寄养一段时间 没想到他不愿意走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特别喜欢这里 这边去哪家户都会给他们吃一些肉啊之类的 然后我们这边都知道是顿顿牦牛肉 他吃的也都是牛肉 之前在城市里啊 他吃的都是狗粮 像现在的话只吃牛肉 而且脾气大了一倍啊 一倍啊大了十倍吧 真的很凶很凶 一惹到他吧 他就凶得很 以前在城市里的话还是蛮温顺的 手手手手手手手 wurde 她真的 Morlsko 有时候她会站到摩托车的后面 现在也来得及 小白的话 平时我们在山上赶牛鸭之类的 打无耳朵的时候 石头到哪儿 插头到哪里 然后泼水的时候 它感觉应该会有一种想法吧 就感觉热了什么东西 水的话可能到地上的时候 它已经没有了 就被吸收了 所以它就很生气 一直瓦头 很凶的 然后看一下 那些都是守我们口雄的藏牙 大家知道在牧区啊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比较富有的人 会把我们的money 也就是钱花在哪里吗 其实我们这边很注重教育 几乎我们村里的小孩 都是上过学的 那么第二个呢 会花在哪里呢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石头 说句石头 大家应该会很好奇 为什么要花钱买石头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石头 是它的名字叫拉萨石头 是从拉萨那边买过来的 然后一块石头要五六十 我们这个房子是 组建了暗楼 大家想想 花了多少钱 而且里面的装修 也是做得非常的好 将近现在的话 上百万了吧 这个房子 在我们这边的话 房子也是非常注重的 如果房子没有修好的话 可能这个家的根基就不在了 这个房子可能是我们 好几个辈分 都是可以住的 所以就是会把这个房子的建筑 也是结构做得非常的精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几乎比较富有的人 都会把这个房子 弄成拉萨石头 这个是我爷爷家的 然后我身后的 还有我们村里有好几个 以后大家来西藏的时候 看看谁家的比较富裕 那就首先要看房子 看房子这个石头 是拉萨石头做的 那肯定是非常富有的 看一下还是很壮观的 看一下这些装修 现在草都是黄的 快要变成绿的了 到时候我可以去上山挖虫草了 看一下我们家藏熬的窝 它们到现在还没回来 runter看房子 哇 那么我地去的 我们要这样才能 那么我们就会再来 我们要留意 我们温度